那如果是胸部大的人呢 穿起來會 感覺胸部會變超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今天的又買淘寶又要開箱久違的衣服啦 今天要開箱呢 跟之前買過的一樣是全黑的連身洋裝 但是除了單純的開箱跟試穿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重點 這個是我昨天去中年輕的時候 買的一個包包 我在挑這個包包的時候呢 是在兩個包包之間做選擇 最後我選了這一個顏色 因為我想說我最近出了這種 JK的襯衫跟裙子或者是水手服之外呢 最常穿的就是那個全黑的 然後不管哪個款式的 反正就是全黑的洋裝 所以最後我挑的是那種 能夠配得上我那種全黑洋裝的顏色 就是這個 新的 應該是新的吧 新的VMW的一個愛心特別包 紅色鏡面亮皮 聽說全台只有兩個 我是在台中買的 我也不知道啦 把他這樣講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試穿開箱淘寶的 五件連身洋裝 而且試試看他的五件連身洋裝 能不能夠搭配這一個鏡面的包包吧 其實這樣好像也可以 好這次有買兩家 其中一家就是之前也開箱過那個Punk Rave的 那另外這一個呢 他好像不是一個就是有牌子的店家 可是因為我看他是全黑的 然後也有點水手服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了 他就是連身水手服 有點感覺有點薄 他這個有點像是雪紡 雪紡厚一點 應該不是雪紡煞 可是他也算是某種煞 他透光的程度是煞而已 不是那種一般的品質不 有點軟 這個垂墜性蠻 蠻強烈的 我也不知道到時候穿起來會不會變成紙桶狀 我們先試著一個吧 他這個還有搭配一個這種 有點像是那種 背帶 拘束帶的感覺的一個袋子 好這一件他預期說是洋裝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外套的感覺 他前面是扣子然後是全開的 布料有一點彈性 所以我還穿得下 不過因為 胸口剛好這根扣子有點崩 所以他這裡有點那種扯開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嗎就是 巨乳穿襯衫都會有那種問題 這裡會拉開 然後這裡上下兩個洞的感覺 所以我應該是 不會彈這一件吧 而且他其實對我來說有點短 不過我們還是試一下這個包包吧 感覺 只要是黑色的應該都可以搭吧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Punkrave的 我今天我買了四件 上面的 四件好像不全都是洋裝欸 糟糕 我今天好像沒有準備下半身的衣服 有那種就是 他叫打底衫嘛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比較薄的 正式衫的意思 我們先每一件都打開看看 看到時候要怎麼樣來配好了 這一件是連衣裙 就是連身洋裝 蠻厚重的 這個厚重的感覺有點像我那個長袖 然後喇叭袖的那一件洋裝一樣 感覺 再厚一點點 冬天秋天穿應該還可以 而且蠻重的 他是有彈性的那種布料 跟那一件差不多 雖然不同家的啦 那這一件他是這個胸口的地方有用 現在可能看不出來 我們講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再試穿給你們看 他是用網格 然後有一個夾領 不對 夾領帶 然後肩膀這裡有一個那種 菌狀的那個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 折起來的這一塊 直接先試這一件好了 好 這一件就是我剛才講的 胸口這裡啊 這是一個夾領帶 短的夾領帶 就在胸口上面這裡啊 還有做出用網格的那種半透明 這格子很大啦 你要說這半透明呢 也不算半透明 總是全透 但是因為他有一個東西在這邊 所以我顧起來就先撐穿他做半透明吧 那他袖子的話 他應該算是喇叭袖 就是前面 收口喇叭袖 燈籠袖 燈籠吧 比較像燈籠 就是他這裡鼓起來 然後這裡又收起來 這種感覺 這裡比較 稍微比較細 這種感覺 這樣子看 應該看得出來吧 上臂比較細 然後這裡有 長大 到手腕的地方又收起來 這樣子 這個顏色跟這樣子的款式 我感覺就 就蠻搭的啊 就對 對 蠻搭的 就很搭這一個 包包 應該說 只要是黑色的洋裝 應該都很搭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超小的 他應該什麼東西都放不下 只能放一個手機而已吧 好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東西 這個是 高嶺打底山 然後這一個是 啊這個也是連衣群 先試這一件好了 另外兩件好像就是 都是打底山了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 洋裝的地方 先試一下 然後再看那個打底山長什麼樣子 看看能不能夠跟我今天其他的衣服來配 雖然說其他衣服 不過我也只有那一個隔著群而已 這一件是絨的 就感覺好像比較熱絨 好這一件他也是 前開拉鍊的 然後也有點短 剛剛好 剛剛好 就剛剛好 我不能多說就是剛剛好 他袖口也是有一點那種 喇叭袖的感覺 可是他手腕這裡有用這種 皮帶 他沒有做束口就只是固定在這邊 因為畢竟他這裡也是比較寬啦 所以就有一點束口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是沒有的 可是這樣子袖口就變有點荷葉 荷葉變的感覺 他的裙擺這裡有蕾絲 他原則上這個應該算是 也不太算是A字群 因為他其實他展開展得不夠 屁股大的話就會被展開 腰瘦一點屁股大的話 可能就看起來有A字群的感覺 那肚子比較大的啊 屁股比較小的啊 可能看起來就比較直筒 他脖子這裡是一個 繞脖子的一個袋子 他不是用那種就是一般 什麼扣子啊或者是 皮帶扣 他是那種兩個環那種皮帶扣 所以我不確定我現在這樣弄正不正確 就因為他這一個頭 袋子頭會垂在前面 不難看啦 垂在前面其實也蠻有設計感的 可是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我現在不想去看那個淘寶上面 他原本的那個照片什麼樣子 好一樣 然後是黑色的全黑的 都蠻搭這個很亮的 鏡面紅 好那最後兩件我們一起看 先看一下他是什麼樣子 這一件就是那種殺網的啊 他是打底衫嘛 所以其實要嘛就是外面要在穿別的東西 要嘛就是裡面穿的內衣呢 要可能好看一點 或者是就 穿那種像比基尼的那一種款式 因為他會透 他會透 這個一定會透 袖口的地方比較像是 喇叭袖 對他袖口有 開展 那另外這一件呢 他的品名是修身T恤 就T恤啦 那他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不是單純的T恤 他前面有做出那種就是 馬甲 馬甲綁帶的感覺 兩條 在前面 袖口一樣是 喇叭袖 我覺得就先把這兩件 然後配一下我剛才那個格子群來試一下 就看上半身就好 哈 這一件是高齡的 我要找這個地方憋這個麥克風 找好久 就把他憋在這個綁袋的袋子上面 那這一件啊 因為他彈性其實超坦的 所以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人都可以穿啦 那如果是胸部大的人呢 穿起來會 感覺胸部會變超大 因為他 他實際上就是很小一件啊 然後又被撐得很大 他最後縮起來的時候呢 縮得跟腰圍一樣 然後胸部就會變完全貼身 胸部就會看起來變超大 那因為他又是那種 喇叭袖這種設計啊 所以如果是那種比較瘦的人 比較高比較瘦的人 看起來整個會變超修長 胸部超大 身材超好 好那就不是啦 畢竟因為這個只是一個上衣而已 跟裙子 其實老實說不是很搭 所以我就只是跟各位講這個上衣而已 就不試這個包包了 好 最後 各位最期待的 這一件 半透的 應該沒有很明顯吧 糟糕好像蠻明顯的 不過就是這樣子啊 反正這種衣服就是這樣子啊 你要穿這種衣服 你裡面再穿個背心的話呢 也不好看了 所以可能就是要讓人家就搭配好看的內衣 或者那種比基尼型的內衣 這樣子 反正就是要透內衣的 穿起來就是這種感覺 一樣喇叭袖 然後有點 就是 彈性蠻大的 所以很貼身 如果是 說真的 你穿這種半透明的 誰還在乎你胸部有沒有 被凸顯出來 直接都看到胸部了吧 好的那今天就是這樣子啊 原本以為是開箱 五件連身洋裝嘛 可是實際上只有 三件連身洋裝 然後另外兩件是這種 上衣 淘寶買的 影片就到這邊喔 啊有一件事跟各位說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今天的影片啊 看到我有任何 只是安全褲而已 現在這樣才會走光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下面記得幫我點喜歡 想要看更多 你們想要看更多 淘寶衣服的開箱影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每次歐國晚上 請記得吃十五位 上來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